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安卓自定义空间的视频教程 我是你的主角老师Toby 我们前面学习了安卓自定义空间的前两种方式 计程也有空间 计程布局 然后也给大家做了一些案例的演示 今天我们要学习安卓自定义空间的第三种方式 可能相对于第一种和第二种用的几率会小一点 但是应该也会用到 我们第一种和第二种大家知道都是 第一种是根据已有空间 它和已有空间类似 然后我们对它的一些属性做一些改造 然后第二种是已有空间单独的空间不好实现 我们是有多个空间一起来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基本上都是有已有的这样一个类似的 我们系统提供的这样一个空间 然后我们对它做一些改造 然后得来的结果 但是有可能我们会遇到有一些 它可能和我们所有的已有空间都不太一样 但是可能又有这个需求 对吧 比如说我们以前最开始讲到的 这个QQ的这个群资料 它的这一个这样一个圈 这个圈你看它中间有数字有百分数 然后有一个圈这样一个进度的这样一个表示 这样我们已有的没有一个类似的空间 然后还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炒股或者说网速之类的软件里面 有这种折线图 我们已有的空间里面也没有类似的东西 这可能就需要我们自己去画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种方式 一些特殊的样式 但是基层已有空间和布局都无法实现 我们采用基层GameView的方式 然后通过画布 然后以及画布里面提供的画笔 颜色图像等来实现这样一个制定空间 比如说这一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看成这个东西是一个画布 这是一个画布 然后这个当然是文字 这个文字也是可以画的 就是说通过我们的画笔 然后画文字 然后这是画线条 我们只要把这个坐标找到 以这个坐标为开始 这个坐标为结束 然后画一个线条 然后又以这个为开始 这个为结束画线条 这样就可以在我们这样一个画布上面 画正一个折线的折线图 基层GameView的方式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这一节就主要讲一下它的大概原理 具体的内容 我们下一节再来继续讲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